霹靂啪啦響徹雲霄沉串鞭炮 從龍頭披掛到龍尾燃放 龍隊遊走其中 又如騰雲教務般 這是五龍現神的重銅戲 隨後以龍尾為敵 龍身往上盤旋環繞 在由上奏表彰的苗栗式代理市長 点燃燭火 依許鼓勵分給八頭龍隊的龍主 結果已燃 營火結束會將這個聖火帶到八尾神龍的位置 翔龍瞬間劃作一團火球 魔主身中恭送神龍百千 彷彿隨著清煙返回天庭 這讓龍隊成員難掩激動情緒 一個新鮮感 那就是可以去看他自己在 每一次的鞭炮戲當中 可以去接受什麼樣的挑戰 本身我自己很喜歡 過年那種鞭炮 然後在街上炸開來 然後地上全部都是紅紅的那種 鞭炮穴的這種場景 然後加上我對 龍的這個文化本身也有認同 聯合大學學生 連續四年參加傍龍活動 體驗莊嚴盛會 隨著儀式圓滿結束 大家相約明年元宵 再相見 在內心我黃孟臻 明天報導